鼠标轻松点,美味在身边 大家好,欢迎收看南美厨房 饺子在中国不仅仅是一种美食 还蕴含着中华民族文化 每逢新春佳节,饺子更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佳肴 但是很多朋友在家不会包饺子 包出来的饺子特别的难看 今天我就教大家两种包饺子的方法 今天我做的牛肉馅的饺子 如果有朋友不会调饺子馅的话 可以翻看我之前拍的调饺子馅的视频 把和好的面放在案板上,分成小剂子 然后擀成饺子皮 大家也可以买现成的饺子皮来包 我个人更喜欢自己和的面,感觉更好吃 首先第一款就是包月牙饺 我们取一个饺子皮 包上适量的馅料 然后像视频中这样 一手推一手捏 我们下期再见 1个人的馅料 1个人 1个人 2个人 1个人 2个人 1个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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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把饺子加进来 喜欢吃香菜的 再撒一点香菜增香 这样一款非常好吃的汤饺就做好了 酸辣好吃又开胃 当做早餐非常的不错 特别建议大家试一试哦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了 别忘了点赞留言关注转发哟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